这个改成叫CL Reset CL Record 大概就这几个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你就基本上长得就像这样子 就第一个阶段就完整 就是界面的设计 所以界面设计 基本上流程先把那个 画面拉一拉 然后上面的字打一打 打完之后的话呢 再把名称改完 改完之后呢 才是 进入到那个程式的撰写 所以 基本上你就这个流程让 熟之后 将来你要能够在 Excel里面开发这样的一个表单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 那以往 如果你没有在 你没有用这个工具的话 可能你要额外再 用那种 专门设计 视窗的工具来做 那个就 变得更麻烦一些 而且那部分的话 你还要再做 做安装之类的 其实也非常麻烦 在Excel最方便的地方就是 这个完全不需要安装 你只要有Excel的地方 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别人就可以输入资料进来 所以如果说你要 有一个流程 希望 让人家怎么去做 有的时候 你只要把什么规则制定出来 他就知道怎么做了 比如说 我们后面 甚至我可以 我这个范例里面 甚至不需要按这个按钮 我启动的时候 有没有 自动就可以帮我载入了 那这样的话 使用者 一看到就知道 怎么去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请各位 先 把 刚刚的画面 参考一下 如果说 你不知道上面的 部分的话 你可以从云端白板上面 去看到 贷款计算 代表里面的 第1个 表单设计里面 先第1个阶段 先把这个部分做出来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 好